不干不克 不花一分钱 每天三小时 到点秒下号 第一个up十抽 全是这个 想了没啊 突然发现 每天只玩三小时 第二天体力都是满的 先不管了 轻个体力 接着昨天的主线 继续往下 来到秘境 拿到风龙泪滴 然后准备前往酒庄 中途想着打个无相雷 没想到直接赶了 溜了溜了 还是来听听 酒神的琴声吧 结果 风魔龙出来 吼一嗓子 唉 又卡等级了 只好来找凯瑟琳问个话 这一问 就是惊喜 直接解锁每日 赶紧做上一手 做完查看原石 发现常驻十发 果断来一手 莱伊拉登场 接下下一个任务 找一个林中少女 在此出遇相邻 派蒙利马化身 飞行应急食品 这个可以吃吗 我觉得可以 接着来到清泉镇 一阵美味肉香飘来 好香啊 直接引发香灵 与布洛克的对战 嘴馋的我 赶紧跟上香灵 一路地翻山越岭 顺手开了个雪山的神像 跟着香灵 我们来到秘境 原来最好的食材 是极栋树 果然是小厨神 搞定食材 立马回去清泉镇 展开对决 途中香灵 要我们控制火候 快帮我把锅的火控制下来 瞬间秒懂 反手就把对手的火给灭了 比赛胜利 耶 赢了 接着就是开锚点 开宝箱 16级到达 多人模式开启 打开卡池 UP池 刚好十连 果断十抽 看着疑似紫光的斑野 反手就是一把西风枪 唉 就这样吧 多人模式开启 粉丝纷纷化身大佬 怒杀大世界boss 在打完纯水精灵后 冒险等级终于来到了时期 OK 三小时已到 阿伟请下机 做个小节 今天解锁了每日 常驻十发出了莱伊拉 UP 十 十发出了西风枪 冒险等级来到了时期集 明天准备迎战风魔龙 那我们明天再见